第1039章 宿命之子 眼见龙晨一刀直奔缺心炎的眉心刺去 场外的弟子们全部发出一声惊呼 缺心炎此时灵血亏虚 天道之力无法运转 这个时候一旦被龙晨刺穿眉心 以灵源崩碎缺心炎的灵魂 那么缺心炎可就要真的死了 堂堂一个五品天骄 就这么被杀 实在太吓人了 谁也想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院主大人手中预盘已经被取出 刚要有所动作 忽然脑海中传来了玄主大人的声音 不用 就在这时 龙晨的血色长刀已经点在缺心炎的眉心 锋锐的刀尖 直接刺入了缺心炎的眉心 没有任何的迟疑 呼 就在龙晨的长刀要贯穿缺心炎的头时 忽然见缺心炎眉心处突然发光 整个人一下子就消失了 竟然是保命符 有长老不禁开口道 显然有些吃惊 居然还是 失败了 这倒霉的 运气 光当 龙晨的血影再也拿捏不住 掉落在地上 同时整个人一阵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就那么昏了过去 从未有过的疲惫 龙晨感觉自己太累了 昏过去似乎是一种幸福 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龙晨反倒有一种安逸 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 他什么都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去想 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 龙晨 听得到我的呼唤吗 忽然一个声音在龙晨的灵魂里回荡 很熟悉 你到底是谁 龙晨问 这个问题没必要问 你只需要知道 你是宿命之子 肩负着亿万生灵的命运 你要抓紧时间强大起来 否则就来不及了 那个声音有些急切 到底什么来不及了 你特么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龙晨大怒 他现在都不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的你太弱了 如果被发现 会立即被灭杀 趁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你 快点成长起来吧 否则一切都会被磨灭 那个声音没有回答龙晨 自顾自的说道 你特么有病吧 说话不要说一半啊 龙晨大怒 这不上不下的 让人听哑咪一般 太难受了 龙晨 现在的你 需要 那个声音刚刚说到这里 忽然间一下子消失了 威威 你特别搞什么 龙晨大怒 不禁怒吼道 什么搞什么 这不是帮你疗伤吗 吼什么吼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声音之中充满怒意 龙晨这才发现 黑暗消失了 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旁边有一个绿衣女子 正兴慕圆征地瞪着她 啊 不好意思 这是哪里 龙晨急忙道歉 四处打量了一下 这是一间近视 摆设着各种器械 不知道是钱什么用的 龙晨 你醒了 一阵相风袭来 唐婉儿的翘脸出现在龙晨面前 见龙晨已经醒来 不经大喜 刚刚给她检查过 她基本上没什么大碍 你们随时可以离开了 你们先聊着 我出去了 那女子冷住脸出去了 说 你这个色胚 是不是吃人家豆腐了 唐婉儿有些狐疑地看住龙晨 一脸严肃地道 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 她哪里比得上 婉儿你的千分之一漂亮 龙晨笑道 讨厌 唐婉儿轻打了龙晨遗迹 翘脸浮现两朵红霞 如三月桃花 竟然带着一丝罕见的妩媚之色 嘿嘿 这丫头真好糊弄 一句话就搞定了 龙晨心里黑黑一笑 唐婉儿的脾气 她算摸清楚了 虽然脾气有些风风火火的 但毕竟是女孩家 还是有女孩子的心思细腻之处 平时要是多哄哄她 她脾气就不会那么爆了 婉儿 那家伙死了没 龙晨忽然问 还说呢 你这个笨蛋 你既然真的要杀她 差点惹下大祸 你就不能冷静点吗 说到这里 唐婉儿眼圈微红 显然单惊受怕的 有些委屈 嗨嗨 这也不能怪我啊 你看她当时那个装逼的样 我要是不砍死她 怎么对得起她的长相 说正事 后来怎么样了 龙晨继续问道 唐婉儿瞠怒道 你这个坏蛋 都要被你气死了 你杀缺心炎的时候 因她家族给她体内 种下了保命符 当她要被杀的时候 触发了那保命符 结果被传送了出去 后来被院主大人 以玄天御盘给找了回来 找到她的时候 她也陷入了昏迷 跟你一样 也被 送到了医疗堂救治 还是沐清轩师姐 亲自来给你聊的伤 你可要好好谢谢清轩师姐 给你聊伤 她可是耗费了好大力气呢 龙晨点点头 自己的肉身强大 一旦受伤 需要强大的生命力 才会恢复 沐清轩恐怕要动用 本源之力 才能让她快速复原 龙晨忽然眼睛一亮道 那缺心炎是不是就在隔壁 你想干什么 你给我老实点 唐婉儿十分警戒得到 你想哪里去了 我就是想看看 她过得好不好而已 龙晨前笑一声 信你才怪 我告诉你 这件事已经被 选主大人压下来了 你可不要胡来了 唐婉儿警告 选主大人也惊动了 龙晨一惊 当然了 你无视愿归 对同门下杀手 执法店主说 一定要对你严惩 动用酷刑 让其他弟子引以为戒 但是也有一部分长老认为 你虽然有违反愿规 但是 并没有铸成大错 还是可以原谅的 应当从轻处罚 主要是那些长老们 联系你这个人才 结果执法店的人就翻脸了 说一定要把你交给执法店 这是执法 店的职责 外人不能插手 这时候 选主大人降下手欲 免出你核心弟子的身份 向为内门弟子作为处罚 然后执法店主 这才闭上了嘴巴 唐婉儿道 这个执法店主 就是个白痴 龙臣狠狠地骂道 这个老混蛋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龙臣 你就消停点吧 咱们在道宗还没站稳脚跟呢 实在不宜多数强敌 缺心言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吧 唐婉儿劝道 龙臣摇摇头道 婉儿 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 我一直按本心行事 我自己也改变不了 这个缺心言 害死那么多无辜弟子 我绝对不能这么做了 他 必须得死 不过婉儿你放心 这次我没能弄死他 下次就在规则内玩死他 保证不让你担心 见龙臣信誓旦旦的模样 唐婉儿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龙臣能这么做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让步了 接着龙臣又问起了龙穴军团的情况 唐婉儿告诉龙臣 虽然龙臣当核心弟子的身份被剥夺 但是却有权力组建自己的势力 那些被龙臣带着一起通过内门考核的弟子们 全部都加入了龙穴军团 队伍一下子壮大了太多 都十分的听话 非常好管理 龙臣不禁叹了口气 一开始 龙臣不过是动了侧影之心 不忍心看着一群被遗弃的弟子 就那么死在失恋之中 龙臣并没有打算扩充龙穴军团 但是如今恐怕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了 他无法拒绝那张真挚的脸 不过所谓大浪逃杀 逃走的都是沙子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 虽然这些弟子天赋和战力低 但是忠诚度绝对没问题 只不过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 让龙臣感觉压力更大 龙臣从唐婉儿的口中 得知自己已经昏迷了七天 这七天里发生了不少事情 龙臣不在 唐婉儿负责张罗龙穴军团的事情 先是去注册工会 然后又是各种程序的走 万幸的是 这里的流程 在东荒108别人的时候 唐婉儿都经历过了 有经验 办起来也很顺利 不过在办理程序的过程中 与受神府 霸王殿和阎门的弟子 有着一定的摩擦 不过最终 唐婉儿还是忍了下来 并没有与之发生冲突 马德 估计一个个脸都痒了 就等我大嘴巴抽他们的 龙臣不禁咒骂倒 不过与缺心炎这一战 让他警醒地体认到 自己的底蕴 跟他们还是差了很多 实际上 论到真实战力 龙臣恐怕未必是 缺心炎的对手 如果不是之前 龙臣干掉了缺心炎的 一头地火灵兽 他一下子融合了 两头地火灵兽的能量 龙臣想要赢他 就需要拼命了 而不是这样 以实力稳稳当地赢了 不过越是遇到强者 龙臣骨子里的血 就越兴奋 只有跟真正的强者们 争锋 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有比较 才会有进步 有压力 才会有动力 听唐婉儿继续讲述 有一件事 让龙臣特别感动 那就是一万三千多弟子 收到了积分后 并没有去兑换 丹药武器功法秘籍 而是第一时间都上交给了唐婉儿 当时唐婉儿一呆 工会都是发福利给弟子的 好让工会有更强的凝聚力 从来没有一个工会 收取弟子积分的 唐婉儿不收 那些弟子却说 自己的命以后就是龙血军团的了 他们的一切 都是龙血军团的 简单的话语 却让人感受到了 他们的真诚和信任 让龙臣心中感动不已 信任是相互的 这些都是好兄弟 明天我要出去好好转转 得想办法赚钱了 龙臣深吸了一口气道 家大业大了 吃饭的人也多了 既然他们选择追随龙臣 龙臣就绝对不能让他们过苦日子 恐怕不行 你都矿了好几天的基础课了 明天你要去听课了 唐婉儿摇摇头道 什么 龙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1040章草莽英雄 玄天道宗内 一间巨大的教室内 因为面目严肃的老者 正手持经卷 高声诵读 在老者前方 数万弟子席地而坐 面容严肃 一脸认真的听着老者诵读 其实最近几天 不管是内门弟子 还是外门弟子 都在听课 依照玄天道宗的传统 这叫择财而教 把弟子们都聚集起来 由上百个导师 轮流讲课 讲课的内容十分的庞杂 包含武技 阵法 筑器 制服 炼丹 占卜 医疗等等 上百个种类 包罗万象 最令人震惊的是 其中有些竟然是情 棋 书 话类的修行 而且还有不少 从未听说过的修行职业 比如歌泳 舞者 天脉等等职业 听得不少人一头雾水 这几天 他们就是在听这些修行导师们 介绍自己所精通的类型 让大家参考自己的嗜好 专长 资质来决定日后的修行方向 我不得不说 玄天道宗的底蕴太吓人了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这里都有专门的教学机构 想不到的 也有 而眼前这位老者 是一位资深的驾驭寿师 先开始讲了一部分基础知识 又介绍了驾驭寿师的利弊 然后介绍几种 仙古时代霸主级的存在 那是所有驾驭寿师 梦想中的宠物 下面数万弟子 都在宁神戏听 只有一人 眼神有些飘忽 看住的是前方 实际上脑子在想事情 龙晨听着那老者长篇大论 早就有些不耐烦了 道宗有个规则很讨厌 就算你不是驾驭寿师 不想选择驾驭寿师这个职业 你也给听 龙晨是左耳朵听 右耳朵冒 脑子里在盘算 先怎么赚钱 因为昨天唐婉儿说了 这玄天道宗 比当初在东荒的时候 更难混 积分扣得要死 内门弟子 每个月只有一百积分 外门弟子 每个月只有十个积分 而且还保底五个积分 任务全勤五个积分 如果任务有失误 还要扣出一部分积分的 倒是核心弟子的积分 最为丰厚 月入一万 可惜这跟龙晨 也没有一根毛的关系了 他现在只能拿 内门弟子的军饷 9900积分 被他一刀给砍飞了 就在龙晨想着怎么赚钱 养家糊口的时候 台上老者 刚刚说完一段 一代驾驭寿师 降服超级魔兽 走上牛逼人生路的故事 又开始介绍一个 更牛逼的存在 北鸣有鱼 其鸣为非 坤之大 那老者在描述一种 极为恐怖的存在 那种存在 只存在于传说中 众弟子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那老者冷喝道 那个小子 你在想什么呢 众人一愣 顺着那老者的目光望去 只见龙晨目光呆滞地 望住窗口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像根本没听到 那老者的话 龙晨师兄 在龙晨身边 一个少女俏脸有些发红 伸手推了推龙晨 啊 下课了 龙晨大喜 不过很快他就注意到了 老者那如同利刃一般的目光 赶紧闭上了嘴巴 你 站起来 把我刚才说的被一遍 老者冷喝 龙晨无奈站起 不由得心中叫苦 但是只好印住头皮被盗 北鸣有鱼 其名为林之大 坤之大 龙晨根本没听 哪里知道 后面说了什么 见所有人都看住他 浅脆一咬牙 坤之大 那个 反正一锅顿不下 不如台上烤架 一把辣椒 一把芝麻 烤到皮肉开花 你一刀 我一插 端起酒碗 吹到海角天涯 龙晨说完 全场一片死寂 那老者气得脸色铁青 指着龙晨 连手都有些哆嗦 给我滚出去 老者怒斥 我 龙晨还要辩解 滚 这次声音再次高了一度 变成咆哮了 龙晨只能一脸无奈地走了出去 消失在众人眼中 我去 原来脱离苦海竟然这么简单 早知道这样 我何必受那个罪 龙晨出来之后 又走了一段距离 确认那老头看不到他了 才深了 一个懒腰 心情一下子愉快了很多 连续听了几堂课 实在让龙晨要疯了 被赶出来 反而是一种幸福 老大 龙晨出了交客场地 穿过一片竹林 迎面走来一人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一把抱住龙晨大腿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哭叫 我草 我草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 谁干的 龙晨大怒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郭然 老大 你要给我做主啊 中州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啊 郭然一脸委屈得到 是不是那个缺心眼的白痴干的 带我去 我弄死这个王八蛋 龙晨怒到 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人 这绝对不能忍了 不是不是 我是被一群女人打得 果然哭到 女人 不会吧 你得罪花施雨了 龙晨一惊 那个女人可不好惹 很有可能是五大天交中 最为恐怖的存在 不是郭然摇头 那是谁 你倒是说啊 龙晨忽然眼珠一转 盯着郭然道 小子 不要告诉我 你调戏人家 才被打得罢老大 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啊 郭然一脸委屈得到 行了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站起来说说 怎么回事 有人欺负你 老大绝对给你找场子 龙晨一把将郭然拉起来 这样子太难看了 郭然说 打我的是三拨人 这特么太欺负人了吧 天环没到中午呢 你都被打三回了 龙晨怒道 是啊 是啊 实在太过分了 要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女人 我一定还手 郭然也是一脸气愤的道 龙晨一开始很生气 但听着听着 就觉得味道有点变了 似乎事情不像龙晨想象的那么简单 到底咋回事 从头说龙晨道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我没课 去广场溜达 看见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 正拉着一个小姑娘占占卜 说那小姑娘 只要给她一个积分 就送她一张姻缘符 让她一个月内 就能找到如意伴侣 这不是扯淡吗 什么符那么灵 再说了 那小子一个外门弟子 刚刚入门 能学到什么占卜之术 这明显就是骗人啊 当时我就怒了 正义如我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 看一个小姑娘上当受骗呢 于是我就上前揭穿 她果然正义凛然地道 不对啊 那个算命的是一个外门弟子 你连她都打不过 龙晨奇怪 不是她打我 而是那个小女孩打得 果然有些丧气的道 不会吧 这小女孩简直不可理喻 活该上当受骗 龙晨摇头 可不是吗 我当时就劝她 小女孩不要上当 她是骗你的 你长得这么难看 不会有人喜欢你的 不如留着积分 提升实力 我这么苦心劝她 这都是为了她好 她居然起身就打我 老大 你说 她是不是不可理喻 果然怒道 然后呢 龙晨没有做评价 继续问道 然后我就走了 我又不可能打她 那就太不够爷们了 我心中郁闷之下 找个 地方清静清静 忽然看到一个女子 面容悲戚地 缓缓往河里走 当时我吓坏了 那条河有古怪 会吸收人的林园 无法施展术法 更不能游泳 她这是要自杀啊 自杀 龙晨也是微微一惊 是啊 我站在远处喊她 她不理我 情急之下 我赶紧解开裤子 往河里撒尿 那女子脸色一变 急忙往岸上跑 果然说 兄弟 你这份智慧 实在惊人啊 那女子不怕死 但是一定怕被尿淹死 那就太窝囊了 你这一抛尿 救了一条命 不错 不错 龙晨赞导 这样救人的方式 确实别出心裁 不错什么啊 那女人上岸之后 就过来往死里打我 说她一件十分珍贵的发簪 掉入河中 她是要去捞的 果然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痛苦的道 龙晨 果然叹了口气道 连续两次挨打 而且他们太坏了 出手就用了天道之力 我竟然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狼狈的没办法见人 后来蹲在路边 一群身穿红衣 身材好到抱的好心姐姐过来 见我受伤 问我缘由 我说了 他们夸我好心 而且他们竟然认得我 说我在那门考核里 表现得十分出色 都是英雄人物 当时我就乐坏了 赶紧起身谦逊 输轮到英雄 只有老大单的起 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草莽英雄 然后 然后 他们就翻脸了 发了疯的打我 多亏我跑得快 否则就要被打死了 老大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 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 他们不说话 下手更狠了 龙晨仔细看了郭然一眼 叹了口气说 郭然啊郭然 我现在算是 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那群身材火爆 腰身极长的红衣女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出自古族 好像是血灵一族人的 他们有着天灵血蟒的血统 蟒是他们的先祖 这是古族最为骄傲的地方 而你在他们面前 自称是草莽英雄 很好 这很郭然啊 我都不知道啊 郭然这才明白 那些美女 为什么立刻翻脸了 所以早就 跟你说了 少装逼 多学习 你偏偏不听 神也就不了你 龙晨无语道 好了 带我去找钱多多去 我有事安排他去坐 龙晨带着郭然 向住远处的一座高山走去 第1000041章卧龙山 玄天道宗新入弟子 有数百万之多 不过大部分都是非战斗型弟子 而龙晨等人选择的内门考核 就是以战斗型为主 所以他们这一批人 是最受玄天道宗重视的一群人 玄天道宗弟子 主要分割战型弟子 辅助型弟子和传承型弟子 战斗型的弟子 就不用多解释了 他们是以强大的战斗力为主导的弟子 被列为玄天道宗的精英 而辅助型的弟子就是指在战斗中 为战斗型弟子起到一定辅助作用的弟子 这一类弟子比较多 例如木系医疗强者 阵法师 幻术师等等 可以配合战斗型弟子 令战斗型弟子的战斗力 如虎添翼 他们也同样被道宗重视 只不过 这一类弟子比较多 需要经过不停的筛选和培养 才能上战场与战斗型弟子配合 否则配合不好 非但不会提高效率 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除了这两类弟子外 还有就是传承类的弟子 这一类的弟子有筑器 制服 炼丹等特殊的古术传承弟子 他们同样重要 他们是玄天道宗的经济支柱 在学习期间 玄天道宗对他们的付出 绝对不比战斗型弟子少 这个期间 要耗费无数的材料 失败率吓人 不过当他们逐渐成才之后 会为玄天道宗带来惊人的利润 传承弟子数量非常大 同样备受道宗重视 不过辅助型弟子和传承型弟子 是不能组成自己势力的 他们只能由自己的导师 来组织修行和学习 只有战斗型弟子 才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势力 招募成员 以后玄天道宗 会根据势力的成绩和表现 给予相应的福利 龙臣的势力 依旧叫龙穴军团 被分了一块筑地 一座方圆千里左右的高山 这块地方 是龙穴军团的私有之地 做什么事都没人敢干预 就连执法殿都不行 对内门弟子来说 这是彰显尊贵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 六大势力 都有自己的筑地 筑地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有专门给内门弟子修行的修炼地 此地需要经过激活 才能够使用 要激活修炼地条件 就是玄天道宗内 最硬的流通货币积分 修炼的开启一个时辰消耗的积分 都是吓人的 就拿龙穴军团来算 所有弟子的积分加起来 也只够开启修炼的三天的时间 所以修炼地的开启时间 基本上都是按时辰来计算的 一旦开启 都需要全力修行 一丝一毫不能浪费 老大 你居然不用上课 我原本以为 要等你几个时辰的路上 果然问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不学无术 导师见我博学多才 允许我圆滑一点 自由活动 龙尘脸不红 气不喘得到 果然顿时极为羡慕 一脸的崇拜之色 觉得老大就是牛逼 他并没有听出 那圆滑一点 自由活动 实际上就是滚的另外一个解释 很快到了山下 抬头看去 方圆千里的大山 灵气浓郁 巨树参天 一条十字小路 直同山顶 按照规矩 获得这块筑地的人 有资格为这个筑地命名 唐婉儿取名为卧龙山 这个名字受到龙穴战士的力挺 没有比这更棒 更贴切的名字了 卧龙山顶端 是一片古朴的楼阁 十分的华丽大气 龙尘的居所 就是最顶上的一座建筑 在这里 可以俯视整个卧龙山 龙尘返回卧龙山的时候 大部分弟子都出去上课 只有一小部分留在筑地 留在筑地的 通常都是已经把所有课程都上完的 这几天正在想着 如何树立修行目标 往哪个方向发展好 果然就是因为 所有的课程都上完了 才出去嘚瑟 结果被揍得鼻青脸肿回来了 而龙尘错过了内门弟子那一波 只能跟外门弟子一起听课 被赶出来后 刚好龙尘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 老大 这几天我观察了一下 如今大家积分有限 想要赚取积分 是十分困难的 尤其现在 所有人都把积分当宝贝 正在研究积分用途的阶段 想要赚取 积分 非常的不容易 前多多见到龙尘后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因为这几天 他一直研究积分的用途 和众人的心理 现在想弄积分 太难太难 预料之中的事情 估计现在都在衡量 和估算积分的价值 所以没有人会愿意出手 生怕弄不懂行情 而吃了大亏 实际上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们 不需要买积分 我们现在就把手中的积分 卖掉龙尘到 卖掉 钱多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人都在拼命弄积分 甚至恨不得去抢了 龙尘竟然卖积分 哼 就是卖掉 我问你 你有没有问过 有人买积分 是个什么行情 龙尘问道 钱多多沉吟了一下 有人抛出风声说 一万中品零食 换取一个积分 听说只是寒寒 根本没人卖 因为大家又不傻 玄天道宗的灵气这么充足 中品零食基本上都用不到了 谁会买这种垃圾 听说那人抛出这个价格后 被好多人鄙视 说愿意出一倍的价格 去买他手中的积分 结果不花而散 这个倒是好事 一会儿你就放出风声 说我们限量出售一批积分 价格嘛 就一万五千中品零食一积分好了 另外抛出消息 积分只卖给外门弟子 而且每个弟子 只能买一个积分 不允许重复购买 龙尘道 这 我怎么不明白 钱多多有些发忙 去坐吧 先出售 两万点吧 看看效果龙尘道 钱多多虽然一脸的茫然之色 不过还是按照龙尘的吩咐 去找王莽等人去了 王莽就是上一届的外门弟子 这次去东荒迎接东荒弟子 结果被龙血军团打服了的家伙 龙尘让钱多去找王莽 毕竟王莽是老人了 有着极大的人脉 急住他的嘴巴 把消息传出去 效果会更好 现在大家都刚拿到积分 不清楚积分的真正价值 龙尘要浑水摸鱼 打捞一笔 实际上龙尘对于积分的价值 还是心里有数的 他看过积分兑换目录 一个积分 可以换取一枚九随天星荣海丹 天星荣海丹 是以九阳天星草为主要原料 比龙尘当初炼制的七蕊荣海丹 药效还要强大许多 不过这九阳天星草 是有实际的价格的 按年份来分 大概800到1500中品灵石一株 价格十分的昂贵 龙尘的混沌空间内 没有这种药 但是龙尘可以买一株 然后就可以遍地开花了 以正常的价格 一株九阳天星草 加上100多种服药 炼制一炉丹的话 成本在3000中品灵石 而通常炼丹的成功率为三成 那么一炉丹的成本 几乎就是小一万中品灵石了 难怪之前有人以一万中品灵石 收购积分 会被人骂 确实把别人当傻子了 三炉丹成本就要将近一万中品灵石 而通常炼修 几炉丹也未必能炼制出一颗九随丹来 就算玄天道宗人才辈出 这九随丹也是非常高级的存在了 所以龙城估计一个积分的价值 应该在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中品灵石之间 而龙城一两万中品灵石限量出售 实际上是抛砖引玉 这是一种饥饿行销 先把氛围挑起来 把鱼引过来再说 算算时间 到玄天道宗也有一段时间了 按照当初的约定 郑文龙如果在中州站稳脚跟 应该就会在近期内跟他联络了 这样龙城就可以把已经贬值的中品灵石 收购到手里 再去跟郑文龙买东西 这中间有着巨大的利润 因为这些弟子一旦进入玄天道宗 他们手中的中品灵石 就成了废物 无用武之地 与其被玄天道宗给偷偷低回收了 还不如便宜龙城 龙城如今家大业大 这么多人跟住他混 他现在压力更大了 那些新加入的弟子 能够把得到的积分 全部上交给唐婉儿 就证明 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私心的真汉子 或许 人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才会认清修行的本质 而不会被利益蒙蔽眼睛 会看得更远 原本龙城没想过收人 就想过带着三百多龙血战士 纵横天下 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一场战斗 改变了他原有的想法 这些弟子资质一般 就跟当初的龙血战士一样 但是龙城相信 只要有钱 他一样可以把他们打造成一支铁血强军 而且还是那种最为忠诚的军队 同时龙城也觉得 如今自己的力量 还是过于单薄 与缺心炎一战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他必须努力提升自己 提升龙血战士们的力量才行 先不管那个什么声音 什么宿命之子 这样下去 他都要被打成死狗了 先得保命再说 对了 还抓了缺心炎的地火灵兽呢 看看能不能驯服 给我炼丹龙城忽然眼睛一亮 天星龙海丹他会炼 但是没有时间炼制 如果收服一头地火灵兽 让他跟火龙一起炼丹 那不就爽了吗 想到这里 龙城不禁狂喜 急忙来到混沌空间 可是来到混沌空间的时候 龙城不禁傻眼了 第1042章炼丹阁 地火呢 龙城进入混沌空间 发现除了火龙和雷龙外 那头火焰豹子已经消失了 哦 火龙发出一声嘀吼 化作一条持续多长的小火龙飞出 缠着龙城的手臂 不停地摩擦 竟然在撒娇 我离去 被你给吞了 龙城看住小火龙做贼心虚的模样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禁一阵无语 他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让一只猫去看住一条鱼 结果可想而知了 好了 吃了就吃了吧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见小火龙在龙城手臂上蹭来蹭去 似乎很怕龙城骂他 龙城苦笑道 哦 火龙见龙城没有责怪他 不禁发出一声兴奋的怒吼 忽然全身光芒暴涨 一股庞大的气息 在他体内生疼 我去 你跟我玩套路 龙城不禁有些恼怒的道 小火龙竟然只是把那地火 吞噬到了肚子里 却并没有灭杀他 当龙城说没有责怪他的时候 才一瞬间将地火彻底吞噬 那剧烈的波动 就是他融合那火焰煲的表现 龙城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家伙太坏了 如果龙城雷霆震怒 他就把火焰煲交出来 如果龙城不舍得责备他 他就立刻把火焰煲吞噬 让人实在无语 好吧好吧 吞了就吞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去沉睡 你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消化 而且消化的过程中 你需要帮我干活龙城倒 既然把火焰煲给吞了 那么原本打算让火焰煲干的活 就需要让火龙来钱了 吃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现在还有些时间 龙城让火龙先去慢慢吸收地火能量 毕竟火龙前后吞噬了两头地火 之前的一头都没有完全消化 如今又吞噬了更为强大的地火 想要彻底消化那恐怖的能量 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了 如果不是沉睡状态下 就无法专心炼化地火 那消耗的时间就更长了 如今木已成舟 说别的已经没意义了 虽然有些小生气 不过龙城还是感到欣慰的 小家伙的智慧实在是高 居然懂得使用套路 就连他都上当了 这是好事 智慧越高 对龙城的帮助就越大 而且火龙炼化地火精华 会越来越强大 老话说得好 肉总是烂在锅里的 安排了火龙之后 龙城算算时间 忽然脸色一变 差点耽误了大事 跟郭燃等人匆匆打了一个招呼 一路飞驰下山 直奔悬天道宗潜亭区域的 一处大殿奔去 直到奔进宽敞的大殿 只见大殿内已经坐满了弟子 但是导师还没到 这让龙城松了一口气 这是下午的一堂课 一堂对龙城来说 极为重要的课 单道理论 龙城拥有单地记忆 各种炼丹理论都在脑子里呢 根本不需要上这种小儿科的课 但是龙城的目的是炼丹阁 龙城需要炼丹阁提供的资源 有了炼丹阁提供便利 龙城才能快速地将龙血军团强大起来 因为处理小伙的事情 差一点迟到 把龙城的汗都吓出来了 这是单道理论的最后一堂课 如果龙城错过了 就没有资格考取炼丹阁弟子的名额了 在玄天道宗 内门弟子有着极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自由报考自己的喜欢和擅长的职业 作为自己的副业 有利于综合发展 龙城师兄 这里这里 这里还有空位置 龙城刚来到 顿时有几个女子对驻龙城招手 上次龙城与缺青年一战 为了给一众弟子报仇 展现的威猛霸道与英雄气概 深深地震撼了所有人的心 可以说 新入弟子中 没有人是不认识龙城的 尤其那些怀川少女 都崇拜英雄 虽然龙城外貌并不是惊世骇俗 但是他骨子里的霸气与杰峻不逊 让人觉得既新鲜又危险 充满了神秘的诱惑 龙城尴尬地一笑道 谢谢几位 我就在这里好了 这里有我认识的兄弟 因为这些弟子中 有三个是龙穴军团的弟子 他们是新弟子 见龙城到来 赶紧移出一个位子来 那些少女略微有些失望 不过龙城表现得十分谦和得体 让人心里舒服 几人也不生气 反而感到心中钦佩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平时温文尔雅 是谦卑君子 当遇到强敌的时候 如神魔将士横扫八方 龙城的行径 跟很多人刚好相反 因为很多人平时张牙舞爪 表现得英雄无敌 当真正生死来临之际 吓得都要尿裤子了 肃静 就在众人因为龙城的到来 而引起一阵骚动的时候 有一人走进了大殿 冷湿道 近来的是一位老者 身穿紧袍 衣袖和领口 都相有金色丝线绘制的图案 圆圆的 彭腐一粒粒扭扣 实际上那是丹药的图案 老者面容古板 眉心略窄 嘴巴有点大 但是嘴唇很薄 当看清老者的面容 龙城心中暗暗叫苦 虽然龙城经常胡说八道 说自己会算命看向 但是修行九星霸体诀 让龙城对于人的感觉敏锐 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大致性格 这老头的一张脸 把尖酸刻薄似的字 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种人最难相处 宁愿跟魔兽打交道 也不要跟这种人打交道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进入大殿 就是课堂 静止喧哗 长不长记性 老者一进来 扫尸了众人一眼 冷喝道 不过当看到龙城的时候 眼睛里明显多了一丝波动 龙城被那老者看住 不由得心搁登一下子 他感受到了极为明显的敌意 这是什么情况 老子跟你无冤无仇吧 骑邻导师大人 是龙城的迟道 引起了骚动 跟我们没关系 一个脸上长满了麻子的弟子 起身举报 龙城身边的几个弟子不禁大怒 这人太娶了吧 竟然打小报告 故意陷害龙城 那老者出了名的严厉 这是故意要龙城出丑 那麻子脸一脸得意地 看了一眼龙城 举报完毕 又坐下了 实际上那个男子 出自预言门 也就是缺新年的手下 如今龙血军团 已经和严门是同水火 他当然不介意 在这个时候 落井下十一次 龙城 可有此事 那老者面容一沉 冷喝道 骑邻导师大人 龙城师兄 他并没有吃到 而是 一个女子急忙站起来 给龙城说情 实际上 龙城并没有吃到 而是卡在时间点上 准时到来 闭嘴 课堂上 谁允许你们乱插嘴的 如有第二次 就给我滚出去 我连耽搁 不需要不懂规矩的弟子 那老者冷喝道 那女子顿时眼睛一红 然后就不敢吭声了 这老者的严厉 是出了名的 所有人都知道的 我并没有迟到 其实 龙城摇摇头道 混账 你家长辈 就没教过你 跟导师说话 要站起来吗 那老者打断龙城的话 冷喝道 龙城大怒 他最忌讳别人搬出他的长辈 他的长辈只有父母 那是他的逆龙 龙城强忍住怒火 缓缓站起来道 我并没有迟到 是卡好时间来的 胡说八道 在单休课里 我就强调过 开课前一课钟 也算上课 要做好一切准备 你这就是迟到 还有脸狡辩 家教如此之差 能让你混进玄天道宗 玄天道宗 真是够不幸的 那老者冷笑道 我之前因为受伤 并没有上过前面的课 所以 龙城深吸了一口气 把心中的怒火压了又压 炼丹阁对龙城来说太重要了 他必须混进去 否则会严重影响龙血军团的修行速度 此时只好忍气吞声 不要找借口 我只知道结果 如今只是看到了一个 面对错误不敢承认 只会找借口推脱责任的懦夫 难怪拿到核心弟子第一天 几个时辰 就被剥夺了 核心弟子身份创造了玄天道宗的新记录 像你这种 没有纪律 没有担当的人 别说成为核心弟子 就算占据住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 都让玄天道宗蒙羞 你如果有点羞耻之心 就可以滚蛋了 我的课堂之上 绝对不允许不守纪律的人出现 那老者缓缓走到龙臣面前 盛气凌人的道 嘎吱 龙臣的拳头不知不觉已经攥紧了 他怒气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他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尖酸刻薄的老头 是故意针对他的 因为龙臣从他的眼神深处 看到了一抹得意 显然这是一个阴谋 故意羞辱龙臣 让龙臣滚蛋 老大 我们走 不上这个垃圾课 就是几个龙穴军团的新战士 站起身来 愤愤地道 连他们也看出来了 这个老者 分明就是故意刁难羞辱龙臣的 实在太过分了 龙臣在他们的心中 是神一样的存在 任何人侮辱龙臣 比侮辱他们 更加地让他们无法接受 哪怕对方是玄天道宗 身份显赫的炼丹堂导师 也不行 故而开口说出 垃圾课三的字 已经表达出了 心中最大的愤慨 虽然在他们心中 炼丹堂那是 无比神圣的地方 但是跟龙臣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依旧是没法比的 一群不知规矩的畜生 都给老夫滚出去 那老者听到那三的字眼 不禁怒吼 我去尼玛的吧 龙臣终于忍不了 在所有人 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一拳狠狠砸在 那老者尖酸刻薄的老脸上 第1043章人肉护盾 砰 龙臣的一拳 狠狠砸在 那老者的面门之上 那老者做梦也想不到 龙臣竟然敢对他出手 咔嚓 结果龙臣的一拳 直接将那老者的 鼻梁鼓砸碎 整个面目 被龙臣一拳砸塌 陷了进去 那老者惨叫一声 就那么飞了出去 轰 那老者狠狠 撞在后面的墙壁之上 又狠狠地弹了回来 还没等站稳身形 龙臣已经起身而上 拎起那老者 大手一挥 啪啪啪啪 一兜手就是36个大耳光 36个大耳光 再眨眼的一瞬间 就完成了 那老者的头颅 立刻肿得跟猪头一样 小畜生找死 那老者这时才反应过来 周身火焰符纹 升腾而起 就要爆发 结果龙臣一拳 狠狠砸在他小腹之上 那老者顿时如同虾米一般 拱着身体缓缓倒下 龙臣这一拳极狠 差点把他给废了 丹田巨震 陵渊被震散了 短时间内 别想调动陵渊 看住那老者缓缓倒地 所有弟子一脸的惊骇之色 导师可都是王级强者啊 龙臣竟然敢打导师 这是不要命了吗 龙臣冷冷地看住 躺在地上 一脸痛苦的老者 双眼之中全是愤怒的杀意 他算看出来了 这个混蛋就是故意针对他的 故意想要把龙臣赶出炼丹阁 龙臣一味地忍让 他却得寸进尺 一定要把龙臣赶出炼丹阁 虽然不知道这个尖酸刻薄的老头 为什么针对自己 但是龙臣知道一件事 有这个老东西在 龙臣是别想进炼丹阁了 这老头假公济私 故意刁难龙臣 想把龙臣赶出去太容易了 与其被狼狈地踢出去 还不如先出口恶气再说 呼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向住门口急驰而去 那个人 正是之前举报龙臣的弟子 想要通风报信 给我回来吧 龙臣身形一动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那弟子的面前 那弟子大惊 眼见龙臣挡在前方 不惊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调转身形 就要逃走 可是却被龙臣一把抓住 轰 那名弟子 被像被摔蛤蟆一样 狠狠地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爆响 身体几乎变形 全身骨头精碎 长舌鬼 这回让你长个够 龙臣拎着那名弟子 一巴掌抽碎了他的下巴 接着抓住他嘴巴里的一样东西 狠狠向外一抽 啊 发出惊叫的是那些女弟子 因为那名弟子 已经说不出话来 整个舌头 被龙臣给抽了出来 鲜血淋漓 十分的血腥 这时候 那老者刚从地上爬起来 龙臣忽然拎着那名弟子 狠狠砸了过去 结果两个人都变成了滚地葫芦 狠狠撞在远处的墙上 那名弟子直接撞晕了过去 龙臣 你 那老者刚开口 就被龙臣一脚踢飞 撞向另外一面墙上 狼狽不堪 老不死的家伙 你果然知道我的名字 却故意装作不认识 故意刁难老子 就你TM这种垃圾 也能做导师 你到底收了谁的好处 故意跟老子为敌 龙臣说到怒处 抬手又是一顿大耳光很抽 琵琶的耳光声 在大殿中回荡 所有人都要吓死了 这也太狂野了吧 难道龙臣已经到了 可以匹敌王者的地步了吗 龙臣之所以能像打小孩一样 抽纳老者 是因为他太了解丹修了 丹修身体孱弱 如果没有丹火护体 战力弱得一塌糊涂 而这个老者养尊处优惯了 根本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平时装逼四魔四样 如果是真动手 龙臣可以瞬间将他击杀 这就是传承型强者 和战斗型强者的区别 拥有强大的修为和底蕴 但是实际战斗力几乎是零 这样的人 是永远不上战场的 找死 小畜生你 那老者怒吼 咔嚓咔嚓 在场的人 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 龙臣既然几下次功夫 就将他的手脚全部折断 痛得那老者全身静挪了起来 对于人的痛楚部位 没有什么人 比龙臣更清楚 龙臣冷冷地看住老者道 说 到底是谁 只是你为难于我的 你 老者浑身颤抖 双目之中 全是歹毒的怨念 达菲所问 龙臣冷哼一声 大脚连续几次狂踩 那老者立刻惨叫连连 龙臣把他其他骨骼 也纷纷踩碎 说 是谁让你干的 不说也没关系 我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让人说真话 我可以一种一种地测试 如果这几十种方法 都无用 我就承认你是一条好汉 我龙臣会砍下自己的头颅 向你认错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龙臣脸上浮现一抹森然的笑容 我说 是执法殿 那老者此时痛的脸已经变形 他并非战斗型强者 经不起这种折腾 很快一直就崩溃了 开口求饶 龙臣 你好大的胆子 就在大殿之中 忽然出现了两个身影 巧合的是 这两个身影龙臣竟然都认识 这两人正是曾经在悬天梯上 龙臣落手镇压浑水摸鱼的弟子 出现的两位执法殿长王 其中一人正是跟龙臣 有过很多交集的陆明汉 冷声呼喝的人正是陆明汉 我的胆子一向不小 不然怎么感慨你的脑袋 龙臣冷笑 此时龙臣心里明镜的 这件事背后肯定有执法殿的影子 那老者的话 证明了龙臣最初的猜测 龙臣的话 让全场弟子一阵惊呼 这龙臣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不光亲眼看着他跟猎狗一样狂奏导师 此时听到龙臣的言语 他竟然还砍过王级强者的头 陆明汉听着气得脸发黑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 龙臣竟然又来揭发他的窗疤 大胆龙臣竟然扰乱课堂秩序 殴打导师 罪不可恕 如不跪下伏法 休怪我执法链无情 将你就地诛杀陆明汉一生断贺 与另外一位王级强者 同时出手 两把锁链凌空而来 王级强者同时出手 锁链横空 封死了龙臣所有退避路线 锁链之上附带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令空间轰鸣作响 哪里是要拿下龙臣 分明就是要将龙臣当场击杀 就在那锁链飞出的时候 全场弟子都感觉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 连动弹都变得无比艰难 无不心中震撼 这就是王者威压嘛 太恐怖了 白痴 在东荒的时候 你就奈何我不得 现在你依旧奈何我不得 让你看看我的绝招 活体人行盾龙臣树丸 大脚在地上一勾 那半死不活 得老者被龙臣拎在手中 就那么当成一面盾牌挡在身前 直奔两把锁链赢去 陆明汉和另外一位 执法电王级强者 吓得汉毛都竖起来了 急忙猛力回收锁链 结果那锁链在距离那老者 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 一下子停住了 可是锁链上附带的恐怖刚风 差点把那老者给震碎了 大口咳血 不停地有内脏碎块被咳出 血腥而恐怖 龙臣 你找死 陆明汉怒吼 此时他脸色有些苍白 之前猛然发力 猛然收力 这是修行者最为忌讳的事情 相当于自己攻击自己 气息激荡之下 两人都难过得差点吐血 呼 龙臣把手里的人肉盾牌 挥舞了一下 冷笑道 你们两个这么大 这么醒目的两坨石在 我还需要找什么石 龙臣算是看出来了 既然 已经这样了 就闹吧 闹得越大越好 否则龙臣就要吃亏 龙臣 放下导师大人 否则别怪我们现在就将你击杀 陆明汉身边的那位老者 冷喝道 白痴 你以为我会信你们 你们本来就想杀老子 你们以为老子会那么傻 放下手中的护身符 龙臣冷笑 老子可不是下大的 龙臣 你不要执迷不悟 放下导师大人 这样才可以减弃你的罪念 还你活路 陆明汉高声道 滚泥马的蛋 骗三岁小孩呢 想要动手就尽管过来 看看老子是否会怕你们 龙臣冷笑 就在之前 龙臣偷偷给那两个龙穴军团的弟子们 使了眼色 让他们出去尽量宣扬 把事情闹大 因为自从两位执法店强者出现 那些弟子就有人开始往外跑了 生怕遭痴雨之殃 消息必然会快速传播出去 当然如果有人卖力宣传 力度会更大 效率会更高 陆明汉脸色阴沉 对注意起来的那位王级强者 沟通了一个眼神 结果那个人摇了摇头 陆明汉想要爆发权力 一举将龙臣击杀 他有把握权力爆发 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可以将龙臣斩杀 这样上面也怪罪他们不得 毕竟龙臣现在等于是挟持人质 暴力抗法 性质极为恶劣 但是另外一个王级强者不同意 龙臣死活并不重要 那位导师身份可不一般 就算杀了龙臣 龙臣临死之前 也会拉那位导师垫背 陆明汉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龙臣手持人肉护盾 冷冷地看住二人 其他弟子纷纷退了出去 大殿内只留下三个半人在对视 狂妄小子 竟然敢暴力抗法 真以为玄天道宗是你家吗 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大殿内 当看到那个身影 龙臣脸色一变 他骇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第1044章已是压人 让龙臣想不到的是 近来的人竟然是执法殿主 他竟然亲自到了 他刚进入大殿 龙臣被他盯住 陡然间浑身汗毛竖起 宛若被洪荒猛兽盯住 全身动弹不得 在执法殿主面前 龙臣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蝼蚁 在俯视着一头巨龙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龙臣执法殿主 一个念头就可以杀了他 汗 从脊被缓缓渗出 那不是龙臣能够控制的 龙臣感觉此时 连一丝反抗之心都生不出 踏 执法殿主一步向前 龙臣顿时感觉周围的空间一紧 龙臣被一座大山压住 执法殿主又向前走了三步 每一步踏下 龙臣都感到周围的 空间不停地变重 一座又一座大山向他压来 扑 当执法殿主走到第七步的时候 龙臣感觉周围的大山 如同风暴一般对着他席卷而来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踏 当执法殿主 第八步踏出 龙臣的身体发出嘎吱嘎吱爆响 骨头竟然要承受不住 出现了细密的裂纹 随时都会爆碎 尤其龙臣的膝盖 更是承受了无尽的压力 骨头开始弯曲 龙臣冷冷地看住执法殿主 他知道 这是执法殿主故意羞辱他 要他跪地求饶 但是龙臣全力撑着 就是不肯屈膝 龙臣龙臣双眼之中 呈现无尽的怒火 这火焰让他产生了杀意 那是最原始的杀意 当初这股杀意 因为孟奇的话 而被埋藏了 可是如今 在极度的屈辱之下 他又开始生根发芽了 执法殿主面容冷漠 缓步向前 可是当龙臣眼神深处 浮现一抹灵力的光芒时 他竟然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不安 不过他没有犹豫 直接踏出了第九步 在那一步龙臣感觉到 十万大山压在他的身上 他整个人要报岁了 罗凡 你越来越没出息了 对一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 配得上你的身份吗 忽然一声略带嘲讽的声音传来 龙臣身边多了一个老者 那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长老院的院主大人柳苍 柳苍一来 龙臣身前 那如同十万大山压来的力量 一下子消失了 龙臣感觉身体一轻 差点软到在地 这时 柳苍的大手在龙臣身上一拍 一道柔和的力量 透入龙臣体内 龙臣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骨头裂缝瞬间愈合 之前受的伤 也全部都好了 院主大人 竟然是木系强者 龙臣心中一惊 否则绝对不会有 如此恐怖的疗愈能力 没出息的是你 柳苍 如果我不怎么做 你会现身吗 执法殿主 罗凡淡淡地道 龙臣心中大怒 这个王八蛋 如此压迫自己 就是为了逼迫 院主大人现身 这特么太欺负人了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蔑视 龙臣点点头 马德 这个愁老子记在心里了 我现在现身了 华夏道来吧 院主大人道 我现在就想问你 如今龙臣搅乱课堂 殴打导师 严重破坏道宗规则 现在龙臣 我可以带走了吗 执法殿主 副手而立 脸上挂着一抹笑容 宛若一个胜利者 正在俯视着失败的对手 在先前的较量中 执法殿一直处于下风 而如今龙臣犯了大错 终于被执法殿抓到把柄 成功帮回一局 执法殿主这是向掌老院示威 院主大人微微摇了摇头道 这又是何必呢 就因为逼我现身 丝毫不顾一个弟子的尊严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不用假惺惺了 凡是犯错之人 就没有资格保留尊严 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 柳苍 既然你来了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那么龙臣 我带走了执法殿主 冷笑了一声 缓缓向龙臣走来 不好意思 龙臣我不能交给你 院主大人摇摇头道 什么意思 执法殿主冷冷地道 意思就是这件事 我怀疑有蹊跷 院主大人道 执法殿主脸色一沉 你这意思是我诬陷龙臣 你如果张眼睛 就可以看到 这里发生了什么吧 有时候眼睛 看到的未必就是事实 这件事情 我需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龙臣的有错 我绝对不会包庇他 如果龙臣无措 我也绝不允许别人假攻济丝 欺辱我的弟子柳苍 十分强硬地道 你这是想跟我对注干吗 执法殿主怒道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明天会将这件事 申报给玄天塔监理斯 他们都是玄天道宗 最公正的人 有权查看人的部分记忆 我相信他们会给我们一个 最公正的判决的柳苍那道 啪 你那老瘪犊子 眨巴什么眼睛 龙臣忽然给手中的老头 一个响亮的大耳光 怒骂道 因为龙臣看到了这老头 在给执法殿主打眼色 小畜生找死 执法殿主脸色一沉 怒喝道 你这个老瘪犊子 不去死 我年纪轻轻的死干啥 龙臣冷笑 反正既然决定 抱掌老院的大腿了 就钱粹豁出去了 跟执法殿对筑干吧 不骂白不骂 先出气 就当是讨还点利息了 罗凡 还是明天悬天塔监理斯箭吧 龙臣把人置放了 有我在 没人能够伤得了你 柳苍对龙臣道 龙臣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手中 那一脸尖酸刻薄的老者 见他眼神中的怨毒 挥手又是两个大耳光 才把他丢给执法殿主 执法殿主拉着那老者 可是那老者 被龙臣折腾得全身骨骼尽碎 根本站不起来 执法殿主 没有柳苍那强大的疗伤本事 无法给他立即疗伤 把他交给陆明汉 让他把那老者送去治疗 柳苍带着龙臣 刚要出去 忽然执法殿主 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柳苍冷冷地道 怎么 今天龙臣 我必须带走执法殿主 十分强硬地道 你可以试试看柳苍眼睛一眯 作为多年的老对头 他知道执法殿主想的是什么 你们这是想打架 好呀 我来做裁判 要不要我给你们开个擂台 忽然一个身影 极为突兀地出现在大殿内 玄主大人 柳苍和罗凡不经大吃一惊 急忙躬身行礼 他们想不到这件事 竟然惊动了玄主大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玄主大人开口道 事情是这样的 龙臣直接开口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并没有说得那么夸张 而是非出真实的讲述了一遍 罗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导师叫罗克伯 应该是跟你有些渊源吧 玄主大人道 这个 是有那么一点亲戚关系 不过 执法殿主脸色的汗 缓缓流下来了 不需要解释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是去玄天塔坚里斯 把事情调查清楚 再做公论 这需要耗费很大的周折 而另一个就是 对龙臣进行处罚 剥夺内门弟子 贬为外门弟子 玄主大人道 那我岂不是窥大了龙臣反对 小子 你可没资格教区 就算一切都是那罗克伯针对你 但是你可以事后投诉 走正常渠道 如果你有冤屈 道宗自然会为你出头 但是你没有走正常渠道 而是直接搅合了课堂 殴打导师 选择了最暴力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就算你在有理 也变得没理了 所以做事 要讲究方式方法 而不是蛮干 好了 话就说这么多 这两个方案 你们自己选吧 选主大人道 既然选主大人 您都开口了 弟子听您的意见 就选第二个好了 不给监里斯添麻烦了 执法殿主开口道 他是必须选第二个 因为那罗克伯 跟他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他想不到这件事 竟然惊动了选主大人 这件事经不起推敲的 虽然他没有命令 罗克伯做什么 但是他关照过所有关系 一旦抓到龙臣的痛脚 就不要放过 估计罗克伯就是想帮他 结果闹到了这个地步 龙臣 你怎么说 选主大人看住龙臣道 不知道为什么 看住龙臣 他竟然有一种享乐的感觉 在课堂上 弟子殴打导师这种事 好像在选天道宗的历史上 从未发生过 这个龙臣太奇葩 难怪老头子评价 不靠谱 我觉得我还是亏 毕竟事情有因 才有果 因果之中 因的责任绝对要大 最少占了八成 您要打我板子 维护道宗的尊严 我委屈求全一下 也无所谓 但是您需要保留 内门弟子以外的一切权利 我可以自由进出 内门龙臣道 龙臣知道 这次事情影响极为恶劣 板子是逃不过了 但是外门弟子 是不得进入内门之地的 这样就要跟龙血军团隔绝了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你这是讨价还价 玄主大人脸一沉 不然 怎么就不那么麻烦了 还是走监里思的程序好了 我龙臣光明磊落 绝对不怕查龙臣道 玄主大人一阵无语 这龙臣太狡猾了 半点不肯吃亏 罗凡 你怎么说 玄主大人把问题 丢给了执法殿主 执法殿主赶忙到 一切全凭玄主大人吩咐 不过弟子觉得 龙臣条件也可以接受 毕竟他是势力的领导者 与势力隔绝 有些不尽人情了 见执法殿主硬 柱头皮给龙臣求情 玄主大人不禁心中暗叹 龙臣是个精灵鬼 死死掐着执法殿主的弱点 逼他不得不就范 但是如此又精又灵 一个狡猾的小子 竟然能干出这样的蠢事 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既然执法殿主都不反对 玄主大人就那么消失在众人眼前 等玄主大人离去 执法殿主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还是那句话 不要放到我的手里 执法殿主说完 也离开了 只留下了龙臣和柳仓 第1045章威武霸气 执法殿主走了 大殿内空荡荡的 只剩下了龙臣和院主大人 十分的安静 院主大人也不说话 就那么看住龙臣 龙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时场面极为尴尬 这是不怪我 最后还是龙臣贪贪手 打破了沉静的气氛 我知道院主大人点点头道 他当然知道 身为多年的老对手 他清楚执法殿主的手段 我很奇怪 以你的智慧 稍稍动动脑子 就可以用更有效 更能保护自己的方法 解决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 院主大人有些不解的道 关键是太麻烦 我赶时间龙臣有些无奈的道 他哪有时间 跟这群白痴 玩这种规则的游戏 还是这样最直接 最有效率 多谢院主大人这次出手相救 龙臣攻身行李道 不管怎么说 院主大人出手 他还是要成情的 没必要谢我 你现在归我长老院管辖 就是我的弟子 只要你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院主大人 看住龙臣道 龙臣知道 院主大人这是提醒龙臣 这次跟执法殿撕破脸皮的较力 龙臣成了关键人物 龙臣只要不出格 就会在长老院的保护范围内 但是如果出了这个圈子 被执法殿抓到把柄 那就麻烦了 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在规则内 一切都是安全的 但是跳出规则 那就危险了 他觉得龙臣胆子太大了 弟子明白 下次一定注意龙臣知道 院主大人这是为了龙臣好 院主大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龙臣作为长老院和执法殿教理的棋子 院主大人刚才的话 已经算是一种承诺 让龙臣安心 另外 不要小瞧 不要小瞧玄主大人 他的智慧 不是你能想象的 院主大人 这么重的道 龙臣心头一惊 其实龙臣对于玄主大人 非常敬畏他的修为 但是对于他管理玄天道宗的态度 说实话 有些嗤之以鼻 但如今院主大人 故意提醒了他 显然院主大人 看穿了龙臣的心思 弟子明白 龙臣点头道 看来他还是太嫩了 你的内门弟子名牌保留 还是可以进出内门之地 但是从今天起 你就要换上外门弟子的服饰了 玄主大人 最后叮嘱了龙臣一句 凡事注意尺度 然后就离开了 龙臣出了大殿 就看到大殿外面 已经是人山人海 无数弟子已经将大殿 围得水泄不通了 老大 您出来了 龙臣一出来 所有龙穴战士们 都奔了过来 见龙臣安然无恙地出来 无不松了一口气 而其他弟子 尤其那些亲眼见到龙臣 狂扁导师的弟子们 都感到不可思议 殴打导师 就这么完了 不好意思 龙臣师兄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外门弟子了 要跟我们到外门执行任务了 这是一群弟子 走了上来 手中托着一件长袍 那是外门弟子的服饰 什么 欺人太甚了 竟然把我们老大 贬成了外门弟子 龙穴战士们不经大怒 贬为外门弟子 那是道宗仁慈 这样的垃圾就应该驱逐出 扑一个弟子 冷言嘲讽 忽然一道雷霆箭矢 穿过他 的 胸膛 在他的胸前刺出了一个大窟窿 那人差点被一击秒杀 吓了所有人一跳 再喷 龙臣冷冷看中那人道 你才是最没用的垃圾 除了喷人 就没有半点本事 再满嘴喷粪 我会让你这辈子 再也喷不出东西 你信不 所有人大害 这龙臣太猛了 一言不合就动手 不过想想他连导师都敢打 貌似没有什么他不敢干的吧 你们都回去吧 该干啥就钱啥 跟正常一样 我这不过是走过过场而已 很快就回来了 龙臣换过外门弟子的服饰 把换下来的衣服 交给一位龙穴战士 要他回去戴口信 让大家不用担心 看住龙臣的背影消失在众人面前 所有内门弟子 无不心中震撼 这人太狂野了 龙臣跟住几位外门弟子 走了一段路 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传送阵 没办法 玄天道宗太大了 外门弟子的活动区域 在玄天道宗的外围 需要急着传送阵进行传送 才不至于浪费太多时间 来到外围区域 龙臣明显感觉 这里的灵气淡薄了许多 而且龙臣发现 外围区域 有很多人出现 其中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十分的博杂 就好像出现在普通城池一般 龙臣师兄 您可能有所不知 外门 就是指被拒之门外的意思 并不算真正的骨干 有点类似于雇佣君 外门弟子 负责完成各自的任务 来换取 修炼的资源 按劳取仇 外门所在的区域 就跟普通城池相差不多 这里的人 以杂役居多 还有一部分 都是历来外门弟子 和杂役的后代 所以外门是一个 十分混乱的地方 一个弟子解释 在这里结婚生子 龙臣一冷 是的 留在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 从私域过来的人 他们天赋有限 无法进入内门 甚至连外门弟子 都无法胜任 又不甘心回去 就留下来做杂役 靠做一些灵工 或者做冒险者 赚取资源度日 而且道宗 也会分发一些资源 给他们做福利 反正就是饿不死 也吃不饱 不怕龙臣师兄笑话 我们几人的先祖 就是玄天道宗的杂役 一个弟子苦笑道 龙臣摇头道 凡是靠自己的付出 吃饭的人 都是值得尊敬的 无所谓笑话 不笑话 反倒是那些不劳而获 靠投胎技术活着 却敢俯视他人的白痴 才会让人笑话 龙臣师兄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平易近人 没有一点架子 一个弟子 十分钦佩的道 你们也知道我 龙臣有些意外 龙臣师兄 您都不知道 整个玄天道宗 几乎就没有不认识您的人 您出身边荒 在内门考核中 带着一群资质最差的弟子 出生入死 更是为了死去的弟子 不惜放弃核心弟子身份 甚至舍命激战绝世天骄 在我们外门 您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们这些私欲的后人 无不以您为榜样 您就是我们的骄傲啊 一个弟子有些激动的道 龙臣没想到 到了外门 竟然会这么受欢迎 那几个外门弟子 都对龙臣崇拜不已 龙臣师兄 外门势力错综复杂 您可要 小心了一个弟子提醒道 怎么说 因为外门的人太多了 外门弟子只占万分之一 有一部分是杂役 还有一部分 则是平民了 在玄天道宗 杂役也只能吃百年的保底良想 百年过后就需要变成平民了 需要自己想办法谋生 玄天道宗为平民们 开创了许多生存的机会 例如种植灵药 养殖魔兽等等 宗门会回收他们的资源 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您知道 凡是有利益的地方 就会有 您懂的 那弟子道 龙臣明白了 感情外门 就是一片平民区 外门弟子 是这一片最高收入的人群了 而且听那弟子的口气 好像这里面错终复杂 有很多弯弯绕 众人一路前行 龙臣向他们打听了 许多关于外门的事情 他们都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很快前方出现了一个城池 方圆千里 城内行人如知 十分热闹 龙臣感觉好像回到了凤鸣帝都 竟然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执法团队来了 快跑 龙臣和众人走在大街上 看住路边两侧 一些摆摊的人 脸上浮现仓皇之色 把那些东西收入空间 借着就跑 只见前方 有一群手持短棒 身形健硕 吃得绑大腰圆的家伙 冲了出来 见到那些人挥手就打 那些人还不敢还手 狼狈逃跑 有些人跑得慢 被打得头破血流 倒在地上 龙臣看了一下 那些人修为都不高 基本上都在断骨境界一下 而出手的那些人 却都是先天境以上 虽然不是天行者 但是打那些小贩 却游刃有余 一个个威风凛凛 十分的唬人 而且将那些小贩打倒之后 立刻抢过手中的戒指 有些死抓着不放的人 又是被一顿打 直到打昏过去 空间戒指被抢走 这是拦路抢劫 龙臣一脸猛逼的道 不 这是执法队执法 众弟子已经司空见惯了 淡淡的道 为什么要打那些人 而且还是往死里打 多大恨啊 龙臣不解 这些人 其实都是可怜人 他们交不起城内昂贵的租金 只能在别的地方偷偷摆摊 赚点钱贴补家用 而这些执法队 是专门管这个的 说白了 就是不交保护费 就往死里整备 平时这些执法队 并不常出现 只有城内的那些商户们 向他们举报了 他们才出来 因为他们在这里摆摊 触碰了里面商户的利益 里面的是交过保护费的 所以外面的 就要被暴力驱赶了 一弟子无奈地回答道 这不是驱赶吧 这是鸣 抢啊 抢到的空间戒指 他们会交吗 龙晨问道 应该不会 这些摆摊的都是穷人 那点东西 不值什么钱 估计都被他们自己 留下了一弟子摇头道 龙晨点点头 早就 开启刘影玉 将这英勇的一面 给记录了下来 他还从未见过 如此勇猛的队伍 小子你找死吗 就在龙晨启动刘影玉的时候 忽然被一个执法队的弟子看到 怒吼一声 对住龙晨冲来 第1046张贴大饼 一个执法队弟子 冲到龙晨面前 手中的短棒 指住龙晨的鼻子怒吼道 你找死是不 这位是 一个弟子赶忙上前道闭嘴 你们外门弟子 就站好你们的岗 领你们的狗粮就行了 还敢多管闲事 是不是找死 那执法弟子怒骂 丝毫不在意他们穿住 外门弟子的服饰 竟然直接伸手 夺龙晨的刘影玉 啪 结果龙晨一个大耳光 直接把他给扇飞 狠狠地撞在远处的城墙之上 巨大的力量将他整个人都砸扁了 就像是一张画 贴在城墙之上 鲜血飞溅 混蛋 敢对执法弟子动手 你 龙晨出手 一下子激怒了那些执法弟子 一个个拎住短棒 直奔龙晨冲来 龙晨师兄 不要 他们的后台很硬的一个弟子大惊小怪 急忙提醒道 啪啪啪啪啪 可是龙晨不管那些 一巴掌一个 那些弟子如同流星一般飞向城墙 宛如一坨又一坨牛粪 狠狠地胡在城墙上 马德最讨厌有人指着老子的鼻子说话 龙晨拍了拍手 看住城墙上 一幅幅人形图画 吐了口口水 骂骂咧咧地道 其他几位外门弟子则脸色一变 他们可是知道 这群家伙是惹不得的 混蛋小子 你敢打老子 你等住 噗 地上的一块青砖飞起 狠狠砸在他的身上 让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那一砖头 差点把他给砸成两截 再说一句老子听听看 龙晨冷冷地道 这群人太张狂了 一群小小的仙天静 竟然敢用棒子指着龙晨的鼻子说话 这胆子真的是逆天了 龙晨这要是不收拾他们 就不叫龙晨了 龙晨师兄 一个弟子劝道 没事 我倒要看看 他们的什么牛逼人物 敢指住龙晨的鼻子说话 龙晨一白手 马德最讨厌比老子还狂的人 本不想惹事 但是这群家伙实在太过分了 龙晨故意取出刘颖玉 就是为了找茬 结果竟然如此容易 什么人敢对我执法弟子出手 找死是不是 想全家都被赶出玄天道宗吗 就在这时 又一群人飞奔而来 这群人比上一群人更强 竟然修为达到了屁海境 不过身上却穿着普通人的服饰 一脸的横肉 小子 是你在找试试不 领头的一个大汉 手中短棒指住龙晨冷喝道 龙晨没有说话 回应他的事一巴掌 那大汉立刻不知前那几人的后尘 成了城墙上的一道风景 啪啪啪啪 龙晨一旦出手 就不再停手 跟那大汉们一起到来的人 全部被龙晨一个个巴掌拍在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跟在龙晨身边的几个外门弟子 都看傻眼了 这太霸道了吧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 龙晨是因为狂殴导师 才被贬为外门弟子的 他们只是收到命令 负责引引一位弟子而已 他们没想到 被贬的弟子 竟然是龙晨 不过 如果他们知道原因 恐怕就不那么震惊了 连导师都敢揍 这几个小鳖三 就是毛毛雨了 龙晨这边在城门口 用人在城墙上涂鸦 引起了轰动 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围观 尤其当听说龙晨到来的时候 整个城都炸了 所有人都如同潮水一般 涌向城门口 正如那位外门弟子说的 在外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晨 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 都听说过龙晨的大名 因为在历届弟子考核中 四域的弟子都是绿叶 是用来衬托中州天交的 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人 都希望有一天四大狱能出一个超级强者 给他们这些让人瞧不起的四域后裔 争口气 所以当龙晨带着一万多四域最弱弟子 通过了内门考核 并向中州一带天交闪星岩发起生死决战 而且差一点就将其斩杀 这份英雄气概震害了所有人的心 尤其这些四域后人 都感觉扬眉吐气了一回 此时城门口人山人海 龙晨覆首而立 前方城墙上几十个被拍扁了的人 如同大饼一般老是贴在上面 鲜血沿住城砖缓缓滴落 那些人骨头全部被拍碎 一动也无法动了 这群杀千刀的也有今天 报应终于到了 看住被贴在墙上的执法弟子的惨状 没有一个人同情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恨意 在他们眼中 这就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恶霸 就在这时 忽然人群之中一片混乱 一群人出现 所有人全部如同躲避瘟神一般闪开 终于看到了一群穿着执法服饰 胸前会有一个法字 头顶戴着方正的帽子 帽颜上镶嵌住蓝色的边 那是执法队特有的颜色 为首一人 竟然是一个三品天行者 此时修为达到了屁海后期 一脸的横肉 刚刚到来 就一声大喝 是谁 在老子的地盘上打人 找死是不是 龙晨一皱眉 他有些不敢相信 这些走路如同螃蟹一样 制服不整 帽子歪戴的家伙 竟然是出自执法店 而且带头这个人 明显的一身酒气 眼光都有些迷离了 都已经喝得五迷三道了 饶使龙晨见多识广 都愣住了 小子 是不是你在闹事 找死是不 那一脸横肉的家伙 对主龙晨骂倒 在他身后 一群人身上 或多或少 都沾染了不少酒气 很有可能 这群家伙 正在喝酒 被引过来了 所有人脸上 都浮现了不满之色 就在他举手 要打龙晨的时候 龙晨的大手 已经闪电一般 抽在他的肥脸上 发出一声爆响 这人立刻狠狠撞响城墙 也贴在了城墙之上 小子 啊 那一脸横肉的家伙 一惊 刚要有所动作 结果被龙晨 一把抓住头发 使经一按 同时膝盖猛地向上一台 砰 龙晨坚挺的膝盖 狠狠地撞在 那家伙的鼻梁骨上 那一脸横肉的家伙 被龙晨一击 给顶得昏死过去 同时龙晨一脚踢出 直接将那家伙一脚踢飞 狠狠撞在墙上 结果墙上又出现了 一个人肉大饼 而且这个大饼与众不同 面积不光要比别的人肉大饼 大上一圈 而且周围除了血迹斑斑 还有一大片白花花的东西 呈膏状 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尼玛 这特么肯定多少年都没修炼 连乔游都摔出来了 龙晨一脸恶心的 看中那个家伙 他终于服气了 修行者居然还长肥镖 看来执法队在这里是肥差啊 砰砰砰砰 龙晨二话不说 直接冲向那些 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的家伙 一脚一个 将他们都狠狠踢到远处的城墙上 啪啪啪啪 人肉大饼 一张接着一张往城墙上贴 多亏这城墙有强大的符文加持 才没有被撞碎 高达百丈的城墙上 出现了一幅 让人又吃惊又好笑的画面 上百号人 贴在城墙之上 一动也不动 好 忽然有人高叫了一声吼 结果这一叫不要紧 立刻有无数人跟住叫好 结果叫好声 一浪接着一浪 如同海啸一般 声势盛大 这群人 就这么不招人待见 龙晨忽然问道 当然 他们有执法殿撑腰 打着执法的旗号 胡作非为 欺压良善 早就怨声再到了 龙晨师兄 你这次可算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了 这群家伙 也经常欺负到我们外门弟子头上 但是我们惹不起他们 只能忍 一个弟子有些兴奋的道 不过另外一个比较老成的弟子道 不过龙晨师兄 你为我们出一口气 你自己恐怕要惹麻烦了 无所谓 我这个人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麻烦 只要是执法殿的 家伙 就往死里整 龙晨并不在乎 玄天道宗偏西北方 有一处小湖 平滑如尽 风景一人 一人正坐在湖边钓鱼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玄天道宗的掌权人 玄主大人 此时他身边 愿主大人正躬身行礼 玄主大人 您找我 玄主大人点点头道 你我觉得龙晨此人如何 愿主大人一愣 略微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 时而智慧 时而愚蠢 时而狡猾如虎 时而勇猛如虎 让人无法理解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不陨落 他将会成为一个超级恐怖的存在 评价很重肯 不愧是为我道宗 培养无数中流砥柱的长老院主 眼光依旧犀利 可惜 执法店主 利欲熏星 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早失去了一颗超然无外的心 早晚要吃大亏 玄主大人看住胡面道 玄主大人何不敲打他一下 愿主大人开口道 我为何要敲打他 玄主大人微微一笑 反问道 这 愿主大人一呆 这句话问得他瞠目结舌 无法回答 如果是一般人会说 您是玄主大人啊 是整个玄天道宗的掌舵人 您不管谁管 可是正因为他是掌舵人 说出的话 都是耐人寻味的 而愿主大人显然还差了一筹 无法领悟 那我问你 如果我把玄天 道宗交给龙臣 你觉得如何 玄主大人淡淡地道 这绝对不行 依他的脾气 他会把整个玄天道宗 给翻过来的愿主大人脸色大变 对于愿主大人的反应 玄主大人并不 感到意外 刚要说话 忽然眉头一皱到 这件事以后再说 那家伙又惹祸了 你派人去处理一下 再让他降一击好了 第1047章李长风的钦佩 古城门口 龙臣副手而立 前面城墙之上 就是他的涂鸦神座 近百人被贴在墙上 组成了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血肉大饼 震撼人心 龙臣 又是你城门前 陆明汉一脸冷力地 看住龙臣 是啊 好巧 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还好吧 龙臣黑黑一笑 想不到第一个道场的 竟然是执法店的陆明汉 这还真是缘分 混蛋 贸然攻击执法弟子 我看你这回怎么逃脱择罚 陆明汉冷笑着 哗啦一声 手中锁链已经亮了出来 我干嘛要逃 白痴 你脑子生锈了吗 所谓的执法弟子 出来连制服也不穿 身份名牌也不挂 见人就打 看见东西就抢 老子还以为遇见一群土匪呢 所以老子教训他们怎么了 这是正当防卫 老子穿住外门弟子服饰 妖怪名牌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殴打外门弟子 你们把外门弟子当成了什么 外门穿住制服 就代表玄天道宗的脸面 说白了 他们对我出手 就是在抽玄天道宗的脸 我打他们 是维护玄天道宗的脸面 老子占据了天大的脸 你敢动老子试试 龙臣冷笑道 一位王级强者降临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这可是外门 多少年都未必有王级强者降临 但见龙臣 面对一位王者 一口一个老子 就像跟自己儿女说话一般 无不对龙臣佩服的五体投地 放屁 他们没穿住制服吗 这就是执法弟子 在玄天道宗执法弟子执法 如果有过错 也不可反抗 可以事后申辩 而你明知道 他们是执法弟子 在执行公务 竟然暴力抗法 殴打执法人员 今天就算你口舌生怜 也休想洗脱罪名 陆明汉冷笑 不打算再废话了 直接就要将龙臣拿下 免得夜长梦多 先带走龙臣 一切就好了 且慢动手 忽然虚空之中 多了一个人影 来人先锋倒鼓 气度雍龙 正是李长风 李长风 你不要阻止我执法 见李长风出现 陆明汉气得脸都绿了 他打不过李长风 我这里有怨 主大人的口谕 此事双方都有责任 龙臣殴打执法人员 固然理亏 但是执法弟子 也有不对之处 李长风道 胡说八道 执法弟子 有什么不对地方 陆明汉抢遍道 第一这群人之中 没穿制服的 都是你们的边外人员 他们犯错 你们总是拿 临时宫这是三个字 来推唐 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些穿制服的弟子 在执勤的时候 还喝酒 这难道是你们执法店的传统 打人做亏心事之前 需要喝酒壮胆 李长风冷笑道 啪啪啪 龙臣第一个开始鼓掌 李长风这句话太够劲了 喝酒壮胆 可圈可点 严谨一概 意味深远 看来自己的语言 以后需要更加精炼一些才行 人家这才叫水平 随着龙臣鼓掌 其他周围的人也跟住鼓掌 竟然抱起了一阵叫好声 执法店 在内门名声不咋地 在外门更加 的声名狼藉 尤其那些边外人员 都是一群地痞流氓 专门鱼肉平民 让人恨之入骨 露鸣汉气的脸色铁青 那几十个执法店弟子 此时被拍在墙上 鲜血与桥游混合的地方 还散发着淡淡的酒气 那就是无可洗脱的罪证 他竟然变无可变 院主大人说了 此时双方均有过错 各自管教自己的弟子吧 龙臣不顾影响 贸然殴打执法弟子 造成恶劣影响 剥夺外门弟子身份 贬为杂役 但英气为龙血军团统帅 需要兼顾整个势力发展 故保留龙臣其他一切权力 李长风道 龙臣一听 就放心了 但是陆明汉就怒了 这跟没处罚有什么区别 确实没什么差别 唯一的差别就是 龙臣失去了每个月 十个积分的待遇 但是龙臣缺这个东西吗 如果不服 你可以找你们店主去申诉 我相信你们店主 会同意的李长风淡淡地道 陆明汉还想说话 但是忽然脸色一变 然后一脸不甘愿地离去了 陆明汉离去 李长风看住龙臣 半晌后才叹息道 我李长风这辈子 服过的人不多 年轻人之中 龙臣你是第一个李长老 您过奖了 您这么夸我 我会骄傲得龙臣有些 腼腆的道 对于长老院的人 龙臣有发自内心的好感 他们都得为人师表 令人值得尊敬的长者 你确实值得骄傲 据我说之 玄天道宗传承几十万年 创造过无数奇才 刷新过无数记录 我记得有一个记录记载 一个弟子从杂役一步步努力 晋升到了核心弟子 最快记录是十个月 这已经惊为天人了 而跟龙臣你比 他差远了 你仅用了不到十天 就完成了从核心弟子到杂役的蜕变 李长风无语地道 龙臣也无语了 李长老 这个 我感觉您不是在夸我啊 是在夸你 上次你用了四个时辰 就完成了核心弟子 到内门弟子的蜕变 如今你只用是三个时辰 连降两级 完成了内门外门杂役的境界 虽然不敢说后无来者 绝对是前无古人了 李长风说到后来 自己都摇头苦笑了 他确实服了龙臣 这也太能折腾了 刚从内门出来 连天黑都等不起 就直接降到杂役了 这样的奇才 生平所谨见 嘿嘿 龙臣有些不好意思 似乎自己确实有点 折腾得过火了 但是他也不想啊 这都是被逼的 好了 脱了你的制服吧 你可以穿自己的服饰了 你现在已经到底了 典型的可以光脚不怕穿鞋 尽情的作罢 李长风苦笑道 对了 院主大人让我提醒你 不要老想着扯淡 内门有两个月一次的 综合大笔 至关重要 六大势力 会根据大笔的表现和排名 颁发积分 奖励 这才是势力壮大的基础 你不要掉以轻心 李长风刚要离去 忽然提醒道 多谢院主大人的提醒 弟子已经听说了 龙臣笑道 李长风这才转身离去 龙臣此时 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恢复了原来的装扮 两次打人很爽 但是连续两次被扒皮 就有些不爽了 龙臣师兄 我们送您去杂役堂报道吧 几个弟子一看 开口道 计划跟不上变化快 一开始准备带龙臣 去外门办事处登记的 现在不用麻烦了 直接换店了 多谢了 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杂役 应该叫你们师兄才对吧 龙臣哈哈一笑道 龙臣师兄说哪里话 您才是真正的英雄 敢对抗执法队 大骂王级强者 这是何等的豪气 在外门 绝对没人敢瞧不起您 一个弟子恭敬的道 哈哈 走吧 龙臣哈哈一笑 对住那些面露感激的平民们 挥了挥手 这才离去 等龙臣离去 立刻有一群凶神恶煞一般的人 冲过了过来 驱赶那些人 看什么看 聚众闹事事不 赶紧滚蛋 再不滚 小心老子棍棒无情 一群手持短棍的执法弟子 驱赶那些平民 有人开始把城墙上的人肉大饼 一张一张地撕下来 带回去救治 龙臣并没有杀了他们 给他们流了一口气 还有救治的机会 龙臣被带到一处 破破烂烂的庙宇前方 庙宇前方搭了一个帐篷 这就是杂役等级处了 龙臣刚进来 一个长着凉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 秀为在先天初期左右 头不抬眼不睁的道 想要接油水丰厚的杂活儿 先教五个中品 灵石 龙臣乐了 套路无所不在啊 开口道 我只是来报名的 报名 那一颗中品灵石 一看就是穷鬼一个 你这么没眼力 注定一辈子都是穷鬼 那人扫龙臣一眼 但是因为龙臣收敛了内息 他感应不出龙臣的修为 一脸厌恶的道 如果没有灵石怎么办 龙臣摇头道 他从未听说过 报名登记还要钱的 那就滚那人直接冷喝道 这时帐篷外的人终于忍不住了 一个外门弟子 直接冲进来 一个耳光狠狠抽在那人的脸上 你特么眼睛瞎了 这位可是 龙臣师兄 来这里报名只不过是走过场 你竟然敢故意刁难龙臣师兄 你特么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龙 龙臣师兄 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不要怪罪小人 那人竟然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被那外门弟子的身份吓得 还是被龙臣的名字吓得 先登记吧 然后给我看看 你这里有什么好的活 龙臣道 龙臣师兄 您真的要做杂役啊 这不符合您的身份啊 一个外门弟子忍不住道 龙臣摇摇头 让那人取出一本名册 看看上面发布的任务 什么喂养魔兽 什么铺设地砖 什么清理宠物粪便等等 竟然有数千项之多 不过这里的任务 都是用灵石做报仇的 通常都是一个灵石 酬劳丰厚的也才两个灵石而已 药田管理 这个好 给我安排这个龙臣忽然眼睛一亮道 第1048章发财了 在玄天道宗外围 有着一处巨大的山坳 山坳之中 有阵法守护 天地灵气浓郁至极 雾气缭绕 咬香扑鼻 这里是一片方圆数千里的药田 被种植了无数药材 数百人 正小心翼翼地穿梭于药田之中 戴着手套 专注于拔除药田中的杂草 有的拿着墨毛刷 再为花朵授粉 还有的用极为细小的镊子 再给药材捉虫 在众人都忙碌的时候 只有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在药田之中 悠闲地走来走去 药田里配备了十几位监工 但是这些人看到龙臣都不敢吭声 更别说命令他干活了 针是够齐全的 七八 九阶的针药都有 不过倒是够缺德的 都是服药 连一味主药都没有 这也正常 主药级的真药异常珍贵 而且娇气异常 需要专业的人去呵护 稍有不慎 就要损了真药 绝对不敢让杂蚁来管理他 也行啊 在这里补充一下 我的真药种类吧 反正以后 都用得住 龙臣说完 蹲下身来 把一株真药直接挖了下来 结果把那几个监工 吓得魂飞魄散 一株真药如果死了 他们要赔得倾家荡产了 别说话 出了什么事情 我来丹柱不等那几个监工说话 龙臣直接开口道 将那一株药材 引入混沌空间 催动混沌空间 令他快速繁衍 大面积的繁殖后 再取出一株 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那药材被重新栽种到药田之后 依旧惺惺向荣 那几个监工 这才略微放下心来 然后龙臣就开始了 大面积的移植 在东荒丹塔的时候 龙臣就移植过不少真药 解决了许多问题 但随着秀为的提升 药材就显得有些捉惊见肘了 如今看到这么多的真药 龙臣不禁有些欣喜若狂 有些药材有果实 龙臣直接将果实丢入混沌空间 有些则需要急急下蛋 再把机换回去 还好那些监工发现 龙臣挖下真药之后 很快又把真药放了回去 真药没有一点变化 反而更加的欣欣向荣 这才放下心来 飞着时间的推移 龙臣辛苦奋斗了三天 终于把数万株 混沌空间内没有的药材 全部移植了进来 龙臣心情大喜之下 直接把那些杂役和监工 一起召集过来 每个人打赏了一千中品零食 差点把他们给乐疯了 龙臣也要乐疯了 出来的药田 龙臣返回外门 到外门弟子总部 去找王莽等人 有一件事让龙臣的脸 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因为当初去东荒街 龙臣的王莽等人 返回玄天道宗之后 故意被针对 这段时间 一直被安排 清扫魔兽的粪便 这根本不是 外门弟子该做的事情 龙臣当时就拍桌子了 揪着那个外门管理 就是两个大耳光 骂道 你这个白痴 如果还想活 就特么给 老子擦亮眼睛 别以为有执法店 给你撑腰 就可以横行无际 老子连导师都敢打 连核心弟子都敢杀 你跟老子作对 最好掂量掂量 那管理者 喂 吓得浑身发软 因为龙臣实在太吓人了 发怒的时候 就像是一尊魔王将士 他觉得自己的小命 随时都会灰飞烟灭 在龙臣两个大耳光的作用下 那管理者赶紧将王莽等人 召集回来 重新给他们安排了 又轻松 又舒适的岗位 龙臣师兄 给宁添麻烦了 王莽等人回来后 一脸感激的道 原本他因为贿赂上头 收到刁难龙臣的重任 才被派去东荒的 结果龙臣没刁难成 反而成了龙臣的手下 结果让上面的人不舒服了 虽然王莽十分的活络 把收获的魔兽内单 兑换了不少东西 送了上去 结果依旧没能平息人家的怒火 结果东西被收了 却被只派去给魔兽打扫粪便 可谓是十分的憋屈 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才对龙臣摇摇头道 好好跟住我混 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你们以后就负责帮我联络 外门弟子 放出风声 龙血军团要出售 积分 两万零十一个积分 限量出售两万积分 每人限购一个积分 龙臣道 他知道 钱多多现在还没开始运作 因为他根本找不到王莽 如今竟然两次价一打 不光收集了大量真药 竟然把王莽也给找到了 这么便宜 这不是要亏大了 我们可以买吗 王莽有些怦然心动的道 别那么没出息 这是往外卖的 也是为了聚拢人气的一种手段 别为了这点东西就眼红 把目光放远点 我敢保证 你们很快就可以晋升那门弟子龙臣 拍着胸脯保证 王莽等人不禁大喜 龙臣那是什么人 一路上 他们算是看到了这个人的恐怖 尤其到了玄天道宗 在天骄云集的情况下 依旧无人可以掩盖他的光芒 在他们看来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龙臣的保证更可靠的了 想到有一天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几人就激动不已 让王莽等人去散播讯息后 龙臣城传送阵进入内门 外门弟子进入内门 是需要经过严格盘查的 不过当那些弟子 看到龙臣后 连腰牌都不用检查了 直接放行 开什么玩笑 就这张脸就是招牌了 要说在玄天道宗 有人可能不认识玄主大人 但是没有几个不认识龙臣的 腊手朱砂核心弟子 课堂之上狂偶导师 依旧还能活蹦乱跳的 在玄天道宗自由来去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想不认识都不行 龙臣回到内门 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 因为太明显了 内门弟子都穿住 内门弟子特有的白色服饰 而龙臣穿的是自己的黑袍 太显眼了 龙臣没有理会那些异样的目光 直接返回卧龙山 过然等人正在开会 正研究怎么办呢 龙臣一走群龙无首了 老板 龙臣回来 众人不经大喜 龙臣开口道 钱多多 你去外门 开始运作 先把两万积分抛售出去 十天后 再抛售五万积分 一个月后再抛售十万积分 不过三次的价格是不同的 第一次是两万中品零食一积分 第二次是三万 第三次是四万 然后就不卖了 如果我所料不错 其他势力会坐不住了 会派人伪装成万门弟子 大量购买积分 到时候 你就直接开价 十万中品零食一个积分 我相信就算被狠狠地载一刀 他们也会咬牙买家的 可是老大 那我们自己就没积分了 兑换不到资源 咱们在第一次那门大笔中 就会失利 会损失很多的积分奖励的 孤然开口道 那我问你 如果我们把这些积分 全部都花掉 用来提升大家的实力 你觉得按照综合实力的话 我们会拿到一个什么名次 龙晨问道 这个 果然等人不惊一呆 面面相去 轮到综合实力 他们是最差的 就算全力以赴 恐怕也是倒数第一 光凭龙穴军团 无法拉开新战士弱小的差距 论到平均实力 我们是最差的 这无可厚非 我们就算全力以赴 最好的成绩 或许可以压制万重会 也就是能得到一个倒数第二 奖励依旧不会很高 而且大笔不是普通的考核 而是跟内门考核一样 是真正的拼杀 会有大量的伤亡 为了争一个名次 付出那么多 根本不值得 所以我决定 我们钱翠老师做一次垫底 我需要的是 每一个人都能活住 撑过这场大笔 我们就算胜利了 所以 这两个月 你们什么都不要管 全力训练那些新战士 教他们什么叫做 真正的实战 还有一些队形的变化 另外让他们每个人手臂上 都绣上一个龙瘟纹身 你们是龙穴战士 他们以后就是龙瘟战士 你们要慢慢融入他们 引导他们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龙尘道 放心吧 老大 这方面我有经验 我绝对会把龙穴军团 管理得紧紧有条 固然开口道 那就好 打听到孟琪他们的消息了吗 龙尘问道 因为到现在一直都没见过他们 也没消息 如果要是有孟琪 阿满和岳子峰在 龙穴军团绝对不居任何战队 打听了 听说他们属于特殊弟子 有专门的导师 带到特定的区域去失恋了 听说特殊弟子的待遇 跟核心弟子是一致的 果然有些兴奋的道 如此一来 龙穴军团以后会变得无比强大 论到底运 谁敢跟龙穴军团比 龙尘点头 这样的话 他就放心了 估计等他们回来 龙穴军团的实力 会提升一个新高度 安排了众人的任务之后 龙尘出了卧龙山 直奔真龙岛而去 真龙岛其实就是玄天道宗的 藏宝之地 也是玄天道宗所有弟子 消费最集中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 只要有 积分 一切都可以买到 这次龙尘到来 带来了大量的积分 他看看有什么东西 需要采购的 真龙岛屿不大 只有 方圆千里 但是楼阁遍布 行人如矣 十分的热闹 只不过不管是内门 还是外门弟子 来到这里 都穿住弟子服饰 当龙尘到来时 一下子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龙尘踏足真龙岛 刚刚走下传送镇 迎面走来一个身影 龙尘陡然间觉得周围的空间 一下子变得火热了起来 当看清来人的时候 龙尘的眼神深处一片冰冷 第1049章 专业打人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跟龙尘在擂台上生死决战 绝招用尽 最后还是差点被龙尘斩杀的 缺心岩 此时 缺心岩看到龙尘 双眼之中 几乎要喷出火来 上次一战 差点性命不保 丢尽颜面 就连最为强大的地火灵兽 也搭进去了 对于龙尘的恨 已经到了几乎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的地步 此时仇人见面 缺心岩直奔龙尘走来 龙尘 缺心岩咬牙切齿 直奔龙尘走来 双眼之中丝毫不掩饰其中的杀意 门主 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 缺心岩所属的阎门弟子 见状大惊小怪 这里是真龙岛 是镜武区域 因为区域特殊 有自己独立的规则 这里是万万动手不得的 缺心岩得到那阎门弟子提醒 急忙稳住身形 他差点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这里动手闹事 不管什么身份 都会被关禁闭的 啪 缺心岩稳住了身形 但是龙尘可稳不住他的手 缺心岩因为急忙杀住身形 脸略微向前 龙尘几乎条件反射一般 上去就是一个大耳光 在外人看来 就好像缺心岩急急忙忙跑上去 故意伸出脸让龙尘来抽一般 结果缺心岩被一个耳光给抽飞了 本来传送阵前 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可是这一个耳光响过 结果喧闹的声音 彭扶被一刀给切断了一般 立刻禁忌无声 所有人一脸愕然地看住这边 真龙岛每天进出的那外门弟子极多 这边一声爆响 引起了无数人观看 白痴 别挡到 龙尘冷哼一声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继续向前走去 缺心岩被一巴掌抽飞 在空中就稳住了身形 他几乎要疯掉了 刚要爆发骑士 跟龙尘血战 忽然一声冷喝传来 什么人再次闹事 随着 一声冷喝 一位老者凝立半空 双眼冷冷地看住龙尘和缺心岩 那是一位强大的王级强者 啊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闹事 人太多 我们不小心撞到了而已 龙尘瘫瘫手道 撞到了 那老者冷冷地道 是啊 他太注急了 走得太快 脸又太大 不小心撞到了我的手上 不幸您可以问他 龙尘一脸轻松地道 缺心岩脸上大手印清晰可见 龙尘一耳光可是够狠的 如果换了别人 这一巴掌能把人活活抽爆 即使是缺心岩也有些承受不起 就算是运转天岛支离疗伤 脸上的伤痕也久久无法散去 最重要的是 他上次与龙尘一战 燃烧了精血和本源之力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跟龙尘的伤不同 他的后遗症特别大 现在还常跑真龙岛兑换一些丹药 雇本培元 想要快速恢复 这次也是来买药的 你怎么说 那老者冷住脸问 缺心岩的表情顿时如同吞了死苍蝇一般 如果他不承认 他也有过错 两个人都要被抓起来 他说的没错 是 一场误会缺心岩的话 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他要气疯了 您看 我说的没错吧 龙尘一摊手道 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 但是真龙岛是特殊区域 真物无数 是绝对的禁武区域 劝你们不要搞事那老者冷冷地提醒了一句 然后就那么消失了 待那老者走后 龙尘也若无其事地走了 气得缺心岩火冒三丈 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怨毒 龙尘 你给我等住 龙尘看都不看缺心岩一眼 这个白痴就是一个缺心岩儿 如今气血衰败 久伤未愈 现在动手 龙尘可以虐死他 对于缺心岩 龙尘是抱着必杀之心的 他永远无法忘记 那些看到了希望 就快到达胜利彼岸的人 因为缺心岩的一个白痴行为 白白葬送了一万多条鲜活的生命 虽然他们与龙尘非情非故 但是龙尘的心依旧无比的愤怒 没有人可以做了蠢事而不付出代价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真正对他出手的时候 龙尘需要忍耐一下 找机会把他光明正大的干掉 信不前行 龙尘被真龙岛的底蕴给震惊了 路过一座又一座建筑 看到出手的宝物 龙尘竟然生出了一种 要洗劫真龙岛的冲动 一路行来 龙尘看到了各种宝物出手 武器 铠甲 符钻 丹药各种宝物 应有尽有 既然有王七级的武器出售 宠物弹竟然有九阶的 九阶啊 那可是王级强者的存在啊 在这里竟然也有卖 不过一看价格 龙尘就爆发了 洗劫真龙岛的冲动 三千万积分 这跟抢劫有什么不同 龙血军团所有弟子的福利 加上才一百多万积分 而且孵化一头九阶魔兽 那可需要不少资源的 那都是钱啊 好吧 这玩意儿目前不是哥们能玩得起的 还是看看实际一点的东西吧 一路前行 走马观花 龙尘看得是眼花缭乱 这里宝物太多了 甚至还有人卖 说卖 有些不太贴切 实际上是租 龙尘就亲眼看到一群年轻男女 坐在一个茶楼内 身旁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标注着积分 龙尘心中觉得奇怪 刚要去询问 就见一个年轻弟子 看住一位貌美的女子 上前搭讪 结果闹了大笑话 被那女子一顿臭骂 那弟子竟然以为 那女子标注的价格 是指一晚上液体交流的费用 连龙尘都对那人捏了一把汗 这也就是在真龙岛 如果换个地方 或许他已经在投胎的路上了 实际上 这些人 都是上一届的弟子 全部都是助台境强者 他们是来出卖劳动力的 可以客串保镖 帮助新弟子完成一些任务 探险什么的 也有做教练 帮助新弟子提升修为 也有做打手的 帮人教训人的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收费价格 不过液体交流这个业务 似乎还没开通 小学弟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如果被什么人欺负了 尽管开口 师兄我是职业打手 专门替人出气 接单十年 信誉卓著 只有你不敢想的 没有我不敢打的 怎么样小兄弟 考虑一下不 今天还没开张 如果你今天下单 给你八折优惠 一个一脸麻子的大汉 对着正在四处观望的龙晨道 别说 我确实有仇家 马德 欺负人欺负到头了 你真能帮我揍他 龙晨眼睛一亮 当然 不过师兄 我要跟你先说清楚 咱们打人只是教训 不能伤及性命 那触及愿归的事情 谁也不敢干 而且打人也分等级的 分轻辱型的 也就是上去几个耳光 踹几脚 说你是我罩着的人 让他以后老实点 还有重击型的 就是打的 对方鼻青脸肿 骨头错位 需要花一笔钱 去医疗堂的那种 还有伤害型的 这个就厉害了 打到对方骨断惊蛇 没有十天半个月 别想起床 怎么样 小兄弟 看你也是实在人 师兄就给你一个套餐 连续打三次 分不同时段 不同地点 循序渐进 这样我给你一个 更优惠的价格 只要五百积分 如何 那马子脸大汉 见龙晨十分易懂 不禁直接让龙晨 办理出其套餐了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你真的敢打吗 龙晨有些犹豫的道 毕竟那人身份可不一般啊 放心吧 十年老殿 信誉卓著 说 对方叫什么 那大汉信心满满的道 叫罗凡龙晨道 罗凡 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呢 那马子脸汉子不禁自言自语道 操 你耍我 那个不是执法店店主吗 那马子脸大汉 忽然大怒 耍你个毛啊 我就跟这老小子有仇 你刚才牛逼不是还吹得杠杠的吗 龙晨骂道 小子 你 你难道就是那个龙晨 那马子脸大汉忽然一脸吃惊的道 当然了 不然怎么会被那的老犊子找茬 对了 这笔单子 你到底借不借 别说我 给你五百积分了 我直接给你五万积分 我也不需要你抽他耳光 你就跑到执法店里大吼一声 罗凡是个老王八犊子 我就立刻支付五万积分给你 龙晨道 五万 那马子脸大吃一惊 这手笔太吓人了 但是他还真不敢借单 谁知道他骂完了之后 还有没有命享受那些积分 就算活着 恐怕也要被逐出玄天道宗了吧 那时候积分还有毛用 算了 您是大爷 我认唱了 您另请高明把那马子脸摇头倒 最终还是不敢冒险 再商量商量被龙晨劝倒 别 哥们没你那么大的胆子 玩不起那马子脸摇头苦笑道 他是上一届的弟子 但是龙晨昨天殴打导师 导致长老院主和执法店主 对持的事情 都是知道的 在众人眼中 龙晨就是个混世魔王 就连上一届弟子 都跟他玩不起 一个个如同堵温神一般躲住他 原本龙晨想着 买卖不成仁义在 跟他们套套近乎 打听一下上一届弟子的事情 结果一个个都躲着他 让龙晨一阵无语 只好去别的地方逛逛 一路打听 龙晨终于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地方万丹堂 在这里 龙晨需要采购一些东西 这是龙血军团崛起的关键